看到又有醫院出現院內感染 這是臺北市聯合醫院 陽明院區的急診醫護 遭到確診病患的嘔吐物 感染確診 好 陽明院區急診室外頭呢 今天已經貼出了暫停營運的公告 根據瞭解 醫護人員 在幫病患插管的過程當中 被嘔吐物噴漸而染疫 醫院緊急加強急診室大規模清消 院方也公告 從今天開始到六月十五號 急診只以新冠病毒的診治 還有採檢為主 其他醫療服務全部都暫緩